当前中日关系 持续平稳发展 中方愿意日方共同努力 通过此法落实领导人重要共识 增进高层沟通 深化抗疫和复工复产合作 加强国际地区事务协调 推动中日关系 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对于不同的自贸安排 只要顺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 符合透明开放包容的原则 有利于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 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中方都持积极和开放态度 美国同许多国家都有引渡条约 是同美国签有引渡条约的其他国家 都不遵守条约义务吗 显然不是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像加拿大这样做呢 这是因为他们不愿卷入美国这个肮脏的阴谋 不愿以本国人民利益为代价 去满足美国的一己私利 无论加拿大政府如何掩盖真相 误导公众 都绝不会改变孟晚舟事件的政治性质 也绝不会改变加拿大政府 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美方帮凶和马前卒的不光彩的角色 我开始自然的后面举了不光彩 请问